春秋冬做的黑豆豆油 躲在大昂里面 拍180天 也就是台欧半年的时间 吸收日月精华 感受的气味才会改善 这样把风起来 就好像扎进去 就叫N风 180天是最好的 让它的更熟化而已 黑豆花经过清洗浸泡 锤煮冷却 製喀热热光 发达180天 再来是提连热油到贴 过路到质地 都是要用过法抽纲做的 黑豆豆油 在大厂里面说好香 所以黑豆豆油说好香油 也是台湾式传统的豆油 气味非常特别 可以用来料理 国中的好吃味 因为黑豆是我们先民 把明南地区的黑豆这样的方法 带过来 所以叫做古早的电话 也是叫台式 台湾黑豆酱油 本年策略是黑豆花抽纲豆油的档定 如果最适合日照也成熟 黑豆花可以成熟 拍后打来发贴 虽然极作的时间 很长 极少也贵 市场所缓得很轻定 和快速做的豆油 和发豆油比较化 团统统的黑豆花抽线 通统的黑豆花抽线 经过微信物分解制法 成本管 起微感顺 所以用这种团统 抽纲统的过法 实在台湾上团特地会感 这味的才是好家 您是什么想法不得 除了